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节目咱们来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什么话题 看似是一个聊电影主题这么一节目 实际上电影它是跟现实是有联系的 是跟政治是有联系的 咱们今天就是串着脚 因为最近我是看了一些电影 上一篇电影我曾经说了是什么 不要抬头莱昂纳多主演那个电影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讽刺意义的电影 主要就是讲其实就是讽刺 如今美国的拜登政府 这么一个不要抬头 灾难就在头顶 然后总统说你们不要看 就是这么自欺欺人 然后前天昨天我又看了两部电影 这都是生化危机系列的电影 这是一个电影网站胖子视频 我今天在上面看电影 你看这里生化危机系列 你看看生化危机 23456全部都有 还有包括CG电影系列的这都有 然后这又来了一个生化危机news 这边看看最左边的这么一个news 这是最新的2021年拍的电影 这就很有意思了 为什么在2021年要拍这么一部电影 这个电影的剧情 这个新的生化危机电影 它是另外一条故事线 之前这些故事线 就是123的56 一共是6部爱丽丝这么一条故事线的 就是主角是米拉乔沃维奇主演的 生化危机是演了6部 它这是一条完整的故事线 一条线看下来看了6部 然后昨天我看了这部电影 生化危机新 这又是另外一条故事线 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大概是在初二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打游戏 我是玩索尼 就当时还是ps2 手柄游戏我玩生化危机 那时候我是玩的都是特别害怕 一边害怕一边玩 僵尸扑过来 我拿个枪打僵尸 别人还叫我作弊 怎么去把加斯林调出来 怎么把火箭怎么给调出来 这是以前玩游戏的时候 我当时特别的害怕 初二然后新的生化危机系列 好像就是从游戏里面开始 故事线也是重新展开 我刚刚我去维基百科了一下 我发现就是说 这要重新展开一条新的故事线 这是生化危机系列 然后包括动画片 包括动画片 我昨天我也看了 你说的是动画片 实际上它是CG动画 CG动画 它动画效果特别好 特别的逼人 我特别爱看CG动画 包括之前像什么苹果 苹果核摘剂 他严格来说也算是吧 像这些CG动画都特别的过瘾好看 然后我为什么要聊这么一个话题呢 我给大家看这么一段 大家马上就开始上头了 看着 这是动画片里边CG电影里边 我截取的这个画面 你看这画面都非常不错的 里面有一个反派 他在自己在陈述 说我国军队会占领潘南斯坦 这潘南斯坦就是电影里边描述一个国家 然后我们会在那里部署生物武器 然后就会开启抑制剂的市场 什么是抑制剂的市场 打针呗 要就会开启打针的市场 这句话是特别的有意思 我看电影看这部CG电影 你看这个画面还是不错的 我一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马上我就上头了 这有意思 这部电影它就是影射现实 咱们看完是吧 我研发这种药物 让生物武器乖乖听话 生物武器指的是后边这些战士 就是说你要是用我抑制剂 你就会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你如果说不用我抑制剂 那么你就会变成丧尸 就会变成怪物 然后女主角克莱尔她说 你是为了获利才制造生物武器 然后反派说这是革命性的改变 你不觉得吗 你居然为了钱牺牲别人 为了钱牺牲别人 为了利益 这几天咱们可没少聊 包括像河南金玉 张某东自己散发病毒这么一个事 这都是为了钱去牺牲别人 为了获利才去搞这些东西 是吧 搞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让老百姓乖乖听话 咱们把这个词稍微换一个名词代入 马上就不一样了 就会开启一日记的市场 就会开启检测的市场 金玉制药吗 金玉检测一年盈利几十个亿 看到没有 这有意思吧 我为什么说今天要做这么些节目 要聊这么一个生化危机 这么一部电影 本来这个生化危机系列电影已经拍到六 这第六部就是中章了 这里拍到第六部 当时看完这第六部 生化危机六中章之后 我就觉得这总算是告一段落了 因为之前我在看生化危机电影的时候 看完第一部就想看第二部 看完第二部以为没了 后来又出第三部 看完第三部就开始期待 还有第四部 第五部到第六部 到了第六部的时候 终于感觉这条故事线终于是演完了 我也从这都十几年前 十几年了一二十年就过去了 那么到了今天我发现 这又开启了一条新的故事线 新的故事线估计又能拍个五六集 票房好的话 你拍个七八集都有可能 神尔博基电影 为什么要在去年开始拍呢 这难道大家不去想一想为什么吗 这是一种有声的反抗 但是是一种软性的反抗 不可能直接去反抗 大家看现在美国面临的问题 包括全世界西方国家都出现一些问题 就是关于打针 这些国家他们就是为了 为了开启这么一个市场 为了开启喵喵喵的市场 只要政府控制了媒体 控制了这些银行或者说是银行控制的政府 或者说是那些左派人他们联合起来 现在一个团体 就等于说是为了控制老百姓 控制老百姓干嘛 看似是给你免费提供喵喵喵 实际上是为了让人们服从于政府 变成政府的 应该说是奴隶吧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奴隶 但是在思想层面上只要一被吓唬 马上就会乖乖的很听话 这就是控制 这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人民 那么有些人他们难道就会眼睁睁 看着这个世界烂下去吗 不会啊 你说像莱安达多 他干嘛去年那一部不要抬头这部电影 前几天我也是介绍了 也非常不错 本来我是看了说电影 我看了之后觉得电影不错 但是不行 我不能够让这个剧透 我得自己完整的看一遍 两小时不错 非常不错 然后昨天我就看了神瓦危机 前天看了是神瓦危机电影版 然后昨天看了是神瓦危机CG版 这两个电影 就像我刚刚看到反派的对话一样 上头了 这电影拍的有意思 这电影拍的肯定是为了应设某些东西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 而且对于这种现实中每天发生的事情 我们也要清醒 不要装睡 好吧 那就先聊这么多 好 好